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國際局勢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昨天 拜登正式宣布 美軍會在今年9月11日之前 完全撤出阿富汗 而在今天 南華早報引述消息指出 說中國打算派遣維和部隊到阿富汗 第二宗消息 有大陸媒體報導 拜登打算推動的2.3萬億美元基建大計 中國會是最大贏家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到底南華早報那篇報導是怎樣說的 報導引述了上海社會科學院 國際問題研究所 國際關係專員宣奇的說法 說美軍撤出阿富汗以後 可能會影響當地的穩定 以及中國在反恐方面的政策成效 他就說 中國是不會派駐軍隊去到阿富汗 但是就可以按照聯合國憲章 派出維和部隊 跟隨人道救援人員 去到阿富汗 以確保中國人 和中國公司 在當地的安全和利益 報導提及到 說阿富汗和中國 在新疆的邊境 是有接壤 阿富汗軍隊在2018年 曾經在中國接受訓練 中國協助過阿富汗 成立一支山地裏 這位宣奇說 阿富汗自身的武裝部隊 是不足以確保阿富汗的安全 在美軍撤出以後 可能會令到當地的跨境犯罪 販毒 和軍火走私的情況更加嚴重 他又說 美國原本派駐在中亞的軍事力量 將會重組到亞太和印度洋一帶 以制衡中國 這是南華早報引述 上海社科院專家 孫琦的說法 實際上 阿富汗 有一個別稱 叫做 帝國墳墓 為甚麼 因為在過去這兩個世紀以來 曾經有多個軍事大國 曾經涉足阿富汗 只不過 搞到最後 都是難逃焦頭爛藥撤退的結果 比如在1842年 當時的大英帝國 撤出了阿富汗 去到上世紀的80年代 蘇聯紅軍又從阿富汗撤退出去 來到現在 即使連美國都搞不定 所以索性一刀撤 全部的駐軍 都撤出阿富汗 現在根據藍祖的消息 就說中國都想踩腳 究竟中國能不能夠搞得到當地的情況 如果是可以的話 當然就會成為了歷史的揭話 因為那麼多強國都搞不定 唯獨是中國是搞得到 一定就是有個人本領 很厲害 到底行不行 還需要時間來去驗證 但是中國在阿富汗 究竟有什麼目標呢 大致上有三樣 第一 中國當然就是想美軍和北約的軍隊 從阿富汗撤退出去 因為阿富汗始終有一小段的邊界 跟新疆接壤 所以在中國的眼中 美國和北約的軍隊 就好像是屯住在中國西部的大門口 肯定就是督眼督鼻 也會為中國構成了 某程度上的軍事威脅 而美國前國務卿 鮑威爾的幕僚長 威爾克森 曾經在2018年的時候說過 美軍在阿富汗發揮一個重要作用 就是防止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對中亞地區的影響 所以大陸對於美國和北約撤軍 就是 求之不得 另外兩個重要的目標 分別就是要打擊那些 和新疆有關的國際恐怖主義團體 以及 就是要為著開發和運輸 阿富汗的擴產資源 提供到安全保障 但是 美軍忽然之間 急劇地從阿富汗撤退 就很有可能會使得 阿蓋達組織 在阿富汗的影響力 是有所知掌 而這件事本身 就不利於中國利益 所以我相信 現在南華早報這一篇的消息 就說北京會考慮派駐部隊 去到阿富汗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要填補美軍撤退後的空白 要保障中國在當地的利益 但是如果南華早報這個消息是屬實的話 現在美軍所面對的難題 將來就有可能是中國這支部隊所面對 所以中國某程度上可以說是陷入了一個兩難 然後我們就看看另一宗消息 大陸的網易新聞有一篇文章說 標題就是 美國的三萬億搞基建 最大贏家卻是中國 沒有了中國就搞不定 內文就提到 說拜登提出來的這個基建大計 在交通方面就會投入6,210億美元 其中2,800億 就會用在修復和升級道路 橋樑和鐵路 1,710億就會涉及電動車 另外 在建築和水電設施上會投入6,500億美元 其中的2,130億就會用在改造房屋和商業建築 1,110億就會用在提升飲用水和水處理的設施 1,000億就會用在電網和結淨能源 另外1,000億就會用在擴展寬頻 再1,000億就是用在升級和修建公立學校 好了 這篇文章就認為 中國在基建和環保等領域長期投入 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尤其是太陽能和動力電池等 美國基建計劃所涉及到的主要領域 中國都有世界領先的技術實力 這些無非是只吹自擂 接下來 他們所說的就是有實質的數據支持 文章就舉了一些例子 比如說動力電池 美國的車輛製造企業 長期依賴 來自包括中國企業 寧德時代在內的 東亞地區電池技術 至於 交通基建所需要的鋼鐵和水泥 美國同樣需要中國的助力 因為中國就是全球第一大的鋼鐵生產國 包括了全球 一半的鋼鐵產能 另外中國的水泥出口量 排第二位的就是美國 出口量達到198萬噸 近年 有不少中國企業 去到非洲建設水泥廠 生產成本就會更低 而運送到美國的距離 也會更近 出口往美國就有更大的優勢 所以 這篇文章就認為 美國如果要搞大型基建計劃 中國就會是最大的贏家 其實這個結論 我不會完全質疑 為甚麼呢 因為當拜登推出 2.3萬億基建大計的時候 共和黨人就已經質疑 看穿了 等同於 要向中國送一份大禮 這是特朗普所說的評語 拜登正在向中國送大禮 因為基建 到最後的建築材料 從何而來呢 尤其是拜登 一上任 很久就說要 帶領美國 重返巴黎氣候協定 那你一重返這個協定的時候 由於美國就承諾要減牌 所以就會導致 美國的重工業 和能源業的發展 受到很大的限制 甚至乎是打擊 如果要搞這麼大的 基建計劃的時候 單憑美國自身能不能夠生產 找得到這麼多的建材 肯定不行 就一定是要進口了 你說要進口是從哪裡進口呢 有沒有一個國家在巴士閉道可以 完全取代得到中國的產能 出口去到美國呢 是沒有的 因為很多事實上是中國製造的 就算找別的國家去買也沒用的 他也是找中國去買的 所以到最後 一搞這些大型基建 難免就是要從中國輸入建材 所以 為什麼共和黨人對於拜登的基建大計 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似乎 民主黨就想霸王硬上攻 採你共和黨也傻 美國能源部長格蘭霍武就說 如果拜登沒有辦法 使民主黨和共和黨達成共識 他就願意 在沒有共和黨國會議員的支持情況下 照樣推動 通過這個兩萬億的基建大計 他怎麼做呢 就是通過所謂的協調程序 使民主黨的議員 在參議院通過這個計劃 本身來說 如果在參議院 討論一項議案的時候 就必須要有60票的支持 才能夠結束得到辯論環節 這個規矩 以往我們都提出過 按照往常的做法 只要在參議院裡面 有少過10名的共和黨議員倒戈 那麼 照理論上來說 共和黨就可以無限拉布 拉倒這個議案 使得 不斷陷入一個無限辯論的狀態 但是 較早前 美國參議院的規程專員 默克多洛裁定了 民主黨人在今年 就可以利用所謂的 預算協調程序 就用展報的方式來通過更多的法案 那麼這個所謂的預算協調程序 是怎麼操作的呢 就是simple majority 簡單多數就是 50一票就能夠通過這個議案 那麼現在 5050的嘛 5050的嘛 但是 賀錦麗還有最終極的一票 其實就是 50一對50的 如果一用到這個所謂預算協調程序的時候 你基本上是怎樣阻礙不了的 至少在2022年的中期選舉改選之前 是不會阻礙得到 他喜歡過什麼就過什麼 但是 但是 在目前來說 民主黨 還沒有 要就著這2.3萬億的大計 用上這個預算協調程序 只不過去到最後 如果真的談不上 沒有共識 才可能會考慮用到 如果他們真的要用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用得到 另外 民主黨就會加緊在這兩年 推動哥倫比亞特區 成為美國的第51個州 他們的考量是什麼呢? 當然不是要提升民主成份 這些無聊的事情 而是 因為美國每一個州 一定會有兩名參議員做代表 以哥倫比亞特區那麼少的人口計 他在眾議院只能有一個代表 但是由於參議院是每州兩席 你加了這個州上去的時候 參議院就會從100席變成102席 但是哥倫比亞特區就是傳統深藍極南州 這個共和黨怎麼打插針都不進了 所以如果哥倫比亞特區成為第51個州 就等同於送了 兩席的參議院議席 以及一席的眾議院議席給民主黨 所以共和黨就極力來反對 一旦加多了一個這樣的州 在往後的選舉中 共和黨要在參議院聘過半數的難度 又會進一步增加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